我在天津做的事 不要问 猜到了 不要说 拳脚打呀 已经打了三十多年了 大家都很常见 我就想挖掘中国武术的械斗 功夫只是一个切入的角度 他更多的讲的是那个整个的一个时代被你很忍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你练的是什么 永春拳 最神秘的兵器呢就是霸展刀 因为一生霸展刀就没交集 刀呢致命的一刀就是遗霞 这个电影里边呢 我把武林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化 所以它既然是一个社会阶层呢 就是它有它的规矩 打破八加五分就可以在天津里面 到那个时候它的武术已经衰亡了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需要一个新的秩序 所以他们其实那一代人都是被消亡的 我心念不强 再远 还不能一年 武术界的人的那个夫人 就是这种女人的那个心灵的这个意志啊 她其实是非常强大 在故事当中 在她的情感当中有一些很 一些特殊的一种味道吧 比如说隐人 比如说她自己对情感的这种掌控和控制 你还是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很 比较复杂的 很简单的几句话 似乎就把自己想说的都表达干净 这种感觉是非常迷人的 其实有的时候 你得给我一句话 借你的心 突然看到一些这个曾祖父辈愤的中国人 他们的美国人处事 他们那个坚定的家庭中 你会受到很大的感动 你都想看这种东西 我想师父这个电影 是一段传奇 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功夫 很多的看到那是一个 来了很久 没跟天津的高手较量 请你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你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